在行动党前宣传秘书潘检伟长时间不见踪影后 最近的一些言论却引起了巫统最高理事拿督莫哈莫补爱的批评 潘检伟昨日在脸书上发文建议 与其在龙兴高铁上投入大量金钱 不如直接提供免费往返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航班 以节省资金 然而莫哈莫补爱今早在脸书上回应潘检伟的言论 表示龙兴高铁将汇集所有使用者 并且该计划是私人界的倡议 不会动用政府资金 他指出 潘检伟没有从连锁效应的角度评估龙兴高铁 认为该计划是一个扭转局面的重要举措 能够带动高铁站周边地区的发展 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潜力 除此之外 莫哈莫补爱还质问潘检伟 为何不批评槟城海底隧道项目 并也于他在政府任职时 未能取得成功 他说 为什么潘检伟不批评槟城海底隧道项目 这是一个优先事项吗 槟城已经有两座大桥了 莫哈莫补爱表示 幸好潘检伟已经不在政府任职 认为他在行动党中逐渐被边缘化 形容他是在搞破坏 船反贪会近期查封了财政部前部长 敦达英家族在吉隆坡所持有的 Eham大厦 据第三电视台节目 Bu Latin TV3引述的消息报道 该大厦于周一18日被查封 据信与贪污调查有关 对于Eham大厦被查封的原因 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该场所被查封 应有相关案件在2009年反贪会法令下展开调查 亚洲新闻台援引与达英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指出 由于达英拒绝向反贪会提交请愿书 申报他及家人的金融资产 因此反贪会做出了今日查封Eham大厦的决定 据悉 反贪会的行动是关于5月底展开的一项反洗黑钱调查的一部分 涉及到1997年11月公开上市的玲珑集团和麻油乃德集团UEM之间 价值23亿令吉5亿美元的公司交易 报道中提到 敦达英在马哈迪两次担任首相期间拥有巨大的权力 一名亲近敦达英的财务高管表示 反贪会在5月下旬向达英发出命令 要求他申报家庭成员的金融资产和其他资产 但达英拒绝了这些要求 并坚称他与玲珑UEM交易无关 该财务高管说 达英还寻求延期提供有关其金融资产的详细信息 并要求反贪会解释资产申报申请背后的原因 包括他正在接受调查的涉嫌犯罪行为 消息人士告诉亚洲新闻台 达英于12月初收到反贪会的通知 称他将不再获得任何延期 导致他的EHM大厦于周四被扣押 了解情况的财务高管透露 该行动是反贪会在5月底展开的 反洗黑钱调查的一部分 目前至少十几个与达英有关的生意户头也被冻结 这些户头需获得反贪会的批准方能进行任何支出 包括工资 在5月下旬的调查开始后不久 反贪会发表文告指出 他们正在收集有关涉嫌挪用公帑 估计23亿令吉的情报 并冻结了一名前资深部长和两名商人的银行户头 金额为3900万令吉 报道提到 反贪会援引反贪会法令第38一条文 即刑事程序法典第376三条文 发布查封指令 根据反贪会法令第38五条文 任何人违反本通知要求 或做出任何导致违反本通知条款的行为 均属犯罪 一旦罪成 可被判处不超过相关财产价值两倍的罚款或5万令吉 适合者为高 并可被判处不超过两年监禁 尽管Eham大厦已被查封 但目前员工仍正常进出 而大厦内外未见反贪会或其他执法机构人员 马新社报道 截至今天早上9时30分 只有媒体人员在Eham大厦外驻守 Eham大厦的一名员工表示 目前没有撤离大厦或查封的通知 大厦运作正常 虽然这一举动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但反贪会首席专员 丹斯里·阿战巴基拒绝就此案进一步置评 伊党再次对于在第16届大选前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提议 表达了强烈反对 特别是对于在拥有超过10万选民的大城市地区 重新划分的担忧 伊党长老协商理事会主席拿督哈欣亚欣 在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访问时表示 这项提议可能导致行动党的席位增加 对伊党不利 哈欣亚欣指出 许多拥有超过10万选民的一席位于城市地区 主要是非马来选民 这将为行动党带来优势 他表示行动党的国会席位可能从目前的40个增加到80个 从而在国会中占主导地位 他说大多数马来选民在乡村地区 选民人数不到5万人 这将有损马来穆斯林 他认为既然已取消了地方政府选举 就不应再提出这样的建议 哈欣亚欣呼吁 所有马来政党共同站出来反对重新划分选区的提案 强调应该全面考虑 而不仅仅是特定国会选区的人数 包括乡村地区 他希望各政党认识到这一点 共同努力确保地方政府选举不会再次实施 联邦土地发展局前主席丹斯里沙里尔 于本月4日向吉隆坡高庭入禀法庭 起诉包括前朝政府在内的前总检察长 丹斯里汤米·汤姆斯和反贪会前首席专员拉底法 对他的恶意控告 这名巫统元老要求在精神、情感和身体折磨上 获得一千万令吉赔偿 以及一千万令吉的名誉损害或一般损失赔偿 以及法庭裁定的一千万令吉额外赔偿 沙里尔还要求答辩方无条件道歉 并在马来文、英文、中文和弹米尔报章 刊登全版道歉启示 该道歉文必须先获得起诉人的接受 他通过法理 阿萨律师楼向吉隆坡高庭主部署入柄诉讼 指控遭到四名答辩方进行恶意调查和非法逮捕 这场官司与沙里尔被指接受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一百万令吉的案件有关 而沙里尔已在今年1月5日被判无罪释放 在诉状中 他指汤姆斯在决定提出控诉前未指示当局完成调查 并声称拉蒂法蓄意拒绝调查与他收取一百万令吉相关的证据 沙里尔在诉讼中表示 时任反贪会首席专员拉蒂法蓄意拒绝调查 有关我收取一百万令吉的用途的证据 反贪会也把未完成的调查报告交给汤姆斯 以获得提出控诉的准许 作为公务员的汤姆斯和拉蒂法以滥权 旨在打击诋毁和破坏我的声誉